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演戏的廖嘉宜小姐 大家好 各位朋友大家好 又是第一次来到我们节目 夫妻两人都是知名艺员的 赖千和小姐 大家好 我还抱歉 我后悔为什么今天要来 好 等一下有很多故事 要跟大家分享 还有方水命令老师 谢远勤 谢老师 朋友们好 各位观众朋友 大家好 好啊 老师 很久没有来我们节目的 林水老师 苏科隆斯老师 方位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大家讨论一下 是一个警察 先看我们今天的主题VCR 陈姓小宝官的银色小客车 右边的车头整个凹陷 车子撞个歪轻扭巴 惨不忍睹 陈姓小宝官报案时 想到车祸发生的那一刻 还是觉得毛骨悚然 因为8月13号鬼门开那天 他开车行经国道4号清水入断 突然在路上看到一个橘色的水桶 为了闪水桶他赶紧刹车 车子一时失控撞上路边护栏 这时正好凌晨4点44分 奇怪的是 事后处理警员和脱料车业者都说 根本没有看到什么橘色水桶 真的是农历七月 遇到不寻常的怪事吗 农历七月鬼门才刚开 陈姓小宝官就除车祸 车祸的时间还是在4点44分 吓得小宝官赶紧去拜拜 不过国道远警认为 这个路段常常有大型塑胶桶掉落 可能当时下雨加上天色昏暗 水桶在车祸发生后已经被人捡走 要大家别想太多 今天又到了每周五 我们每年一人来说鬼 来分享他们不可思议的经验 其实像刚刚在鬼月 你可以在国道上去 还看到一个水桶 可是水桶在哪里 对啊 像你们有灵异体质的话 而且你之前常跑外景 在外面就会碰到类似这样的情况 其实灵异外景 我经验应该蛮多的 但是其实我自己蛮俗辣的一个人 因为我自己本身是七月份出生的 所以我妈妈 一个刚好月头 一个月尾 好朋友 好兄弟 你好 不要乱讲 刚过了 所以我们会特别更加地尊重 就是有神就有鬼吧 我很尊重他们 所以我每次出来景 我都会先拜拜 然后跟我妈妈讲说说 要跟那个神明讲说去哪里 所以 你选终结神明也帮你很多忙 有啊 有啊 其实那个还蛮神奇的 我可以帮下次讲 好 今天先讲恐怖的 有一次你在录影录到一半 就居然体力不支 进广告就昏倒了 对 因为那时候刚出道 然后呢 那一天的心神状况非常不好 大概有两三天没有睡觉 精神不济 然后后来 我还记得那一天是 因为其实我以前出外景 都没有遇过这样的状况 第一次遇到 然后是在就是 在三重那边有个摄影棚 它刚好是在那个 就是河堤套旁边的摄影棚 然后那天录的也是鬼节目 对 也是在讲好兄弟的节目 对 三重的帮忙逼 你刚刚一讲 那天人家说有阴阳眼的人 就是经过会看到 一片的孤文野鬼 然后有的眉头 有的只有一个眼睛在那里 里面通通都是 所以说在那个地方 录的鬼节目的收视率 都非常的好 因为就是 就是有阴阳两界的人 去那边看 我是听说是这样 那我遇到的状况是 因为那次刚好是在讲就是 因为大家都会讲鬼故事 那时候我坐的是老师 老师不会怕 我坐老师那个位置 然后那时候呢 另外一个领选老师 是坐在你那个位置 结果后来那时候 我觉得身体状况非常不好 因为那一整天 我本来两三天没睡觉了 然后身体就是有点 就很虚弱的感觉 然后后来我就看着看着 录影录到一半 我突然觉得我心跳变得很快 有心悸的现象 结果后来我真的觉得 我自己越来越不行了 快要喘不过气的时候 我就眼睛看着对面的老师 他刚好在讲二十五鼠女木的故事 你知道 然后他刚好在 我印象非常清楚 他那时候在 我最后的印象是停在说 在那个二十五鼠女木 有什么事情 我听到那一句 我就完全没有印象了 就整个人就是 贪婪 没有 我是一片茫然 你知道就是 我知道人家在讲话 但是我听不进去任何声音 然后我眼神就在跟老师求救 我没有讲话 但是老师的眼神居然 他也知道我的状况了 他继续讲他的故事 可是他的眼神告诉我说 对 他有感觉到 我已经快不行了 然后他眼神告诉我说 好 你放心 这样子 我就一直等 等老师讲完故事之后 听到主持人讲说 我们休息一下进广告 好 我就整个跑出去 我就昏倒 因为我在昏倒那一刹那 我还是听得到声音 但是我整个人是没有力气 完全是转不掉 四肢无力 对 而且我心跳跳得好快 我那时候就在想 我会不会就这样死掉 不会啦 真的很严重那时候 然后我整个人就这样子 一直趴着 然后就有点微微的颤了这样 然后我一生很清楚是 接下来的状况是 很多人在我身边 琵琶地一直在讲话 然后老师就跑过来 帮我化浮水啊 给我喝什么的 大概过了几分钟之后 我喝了水之后 眼睛可以张开了 然后张开之后呢 就老师问我说 你是不是今天去出外景 去什么地方 然后沾到不干净的东西 我说没有啊 我今天早上去挖竹笋 那种地方应该不会去 因为那天不是去找鬼嘛 应该不会沾到怪东西 对 你有做旅游节目 有些是很健康的 对对对 然后后来老师就说 那应该不是 因为我看你身边 跟的是一个小朋友 对 然后我就说老师 我没有拿过小孩啊 我怎么没有小朋友 跟在我身上你知道 就第一个会怕嘛 是 然后老师就说 那个小孩子刚刚是这样 就你在录影的时候 我在跟你讲话的同时 我已经看到那小孩 从你的背后 一直爬爬爬上来 然后在你的肩膀上面 然后坐在你的肩膀上 玩你的头发 所以你的 可是问题是我看那个小孩 跟你好像蛮熟悉的感觉 他跟你玩是 好像已经跟你玩一段时间了 跟你认识很久 那可能因为你今天 精神状况不好 所以你就受不了 就昏倒了 被他感恩 对 然后我就吓到了 等于说那小鬼 是跨坐在他的两件上 好像一个电影 太多一个电影见鬼 有没有 对啊 可是他没有害我 他就是在玩 就是在玩游戏 但难不成任老师的说法 好像是他白天去 除麻竹笋的时候 跟过来的吗 其实这有时候 要看他的情况 有时候他其实 如果他是说 像比如刚才提到 可能之前 有可能跟他 已经休息了一段时间 有可能这样的话 那有可能在更早之前 就已经跟上来 也不一定 他在体力比较虚弱的时候 都会发作 对 只是你 比如说我们可能 像比如有人会觉得 突然间今天特别的酸 或是突然间 一下子脑海一片空白 这种情况就是在 我们大好体力 在比较弱的时候 会有这种情况 那还有时候 我们每次 我们看一些八字 那个农蜜上面 都有写说 今天可能冲什么生肖 或怎么样的时候 也是代表说 我们在那个时候的运势 还有你的能量方面 会比较低 也容易受到冲击的时候 也会受影响 不许是体力比较不好的时候 体力不至少会发作 有时候乱讲话 也会这样 对 小孩子真的不能乱讲话 我记得我小时候 一直怀抱明星梦 对 然后呢 就那时候我记得 碰过跟 就马姐有主持一个 很有名的歌唱比赛 叫什么歌唱 什么排行榜 我记得孙淑妹 孙协志 她们都从那个比赛出来的 你也去参加报名过 就我就去比赛 然后那时候 她们那个比赛还蛮严格 就是她一定要先筛选 你一定要先去那边 先试唱 干嘛 你OK 她们才让你去 然后那时候呢 我就跟我妈讲说 我买紅了 不可能 我妈说为什么 没自信 对 我妈说为什么 我说我觉得好像当艺人 要成名干嘛之类的 好像都一定要 会看得到阿飘 或者是跟阿飘 有什么之类的接触 才会 有好兄弟的家识 才会到宏大致 对 好像是这样 然后我跟我妈讲说 我从小到大到现在 没有看过阿飘啊 所以我这次一定不会 就是不会被挑上就对了 反正就啊 话就啪啪啪啪就这样讲过 那因为我是住宜兰嘛 是 然后呢 那边有个滨海公路 常常一下大雨干嘛 大家都知道 就会有落石啊干嘛的 而且以前常常那时候 山没有做得很好的时候 常常石头掉下来 都会砸到人 对啊 我记得那时候有一个新闻就是 也是就是 台风天过后没多久 反正就是落石他们幫 然后就是压到了一台车子 然后那个车子里面 刚好是一家三口 就是爸爸妈妈跟一个小男孩 那就是新闻那时候 还爆得满大 就说这个小孩子是什么 品学兼优啊 在学校是个模范生 他是个好像是国小的那种小男生 你知道一二年级那一种的 反正就是我听了之后 也看了这则新闻 也没有去多想什么 只是就是到了学校同学 那时候我才高中 就大家同学 大家在那边聊这个新闻 你没事嘛 他就说好可怜喔 你们会念书耶 就这样一颗石头压 他压人家一个就算 还压人家全家耶 对 我说怎么老天爷可以这样 那小孩子这么的乖 然后这么会念书 也很免心出来了 对 我结果觉得 怎么可以这样找 就觉得这样是不好的 很多女学生都会这样啊 在聊天都会讲类似这样的 对 结果后来就 反正就事情过了没有多久之后 因为我妈是南部人 嫁来宜兰嘛 所以我们固定一个时间 都会陪我妈妈回娘家 就回高雄去看我外婆 那我们都一定要行进 那个滨海公路 对 那其实那件事情 到我经过滨海公路的时候 已经经过大概一段时间 一个多礼拜有了 对 然后反正经过的时候 我妈啊 就我妈坐副甲驰 坐旁边我爸开车 后面就坐我们家四个小孩 都是女的 那我是坐我妈妈后面 也就是说我们过去的时候 海是在我右手边 山是在我左手边 那我妈开过去就念了一下 之前我发现那些什么什么事情 就是在这里 你说 整个月啊 我们在四个酒店 在哪里的地方 就是在这 就是在这 你又回想起来 然后因为我在右手边嘛 就看得到海 我旁边就窗户 所以自然而然 我们一定会 看旁边 就看旁边一下 然后呢 那其实就是几秒的时间 不到一两秒的时间 然后马上回我妈去 那车真的是被压烂 真的好可怜 人不死才好 我就讲这样 然后全车的人 我爸我妈和我妹 全部震住了 刚刚路边明明就没有半台车 所以只有你看到那台车嘛 被压烂的那台车 对 然后我妈就说 好恶 结果那时候我妈就跟我讲 你不要乱讲话什么的 因为那时候我妈就说 不要看 我说我都已经看了 就我妈说在这边跟我看 然后就说那台车被压很烂 我妈再说不要看 其实就是在几秒的时间里面 哪来得及啊 你也是从那时候开始知道 你有灵异体质 你看得到这些东西 对 我回到家 回到家里的时候 已经快十二点了 我妈说赶快要睡觉 大家明天要上课 要工作赶快睡觉 我就睡觉了 睡觉的时候睡一睡 因为我跟我妹 我们是睡那种榻榻米的 没有床垫 就是平的那种合适的 我大妹睡我就左手边 然后我就中间有一颗闹钟 你就可以很清楚的听到 使用滴答滴答的声音 然后外面有什么小声音 你都听得很清楚 你眼睛可以看 可是身体动不了 不能呼吸 而且胸口 没有 我是觉得整个全身 连手指头都不能动 然后那时候 因为我记得我眼珠可以动 所以我就东张西望 后来我就忘到 我现在自己讲 都有一点 那小朋友就 小朋友 没有 就那个小男生 所以你讲很可怜的 那个小男生 对 他就是有一点跪着 然后在我旁边 然后戴一顶橘色 像那种 杯水那种橘色的那种 学生帽 怎么可能 然后穿白色的那个 就是那种制服 学生 然后蓝色帆裤 我以为你说穿 阿飘的制服 没有 阿飘什么制服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老师的制服 然后他就跪着 然后他就是帽子压得很低 我看不到他的脸 我只看得到他的这个地方 因为帽子遮着 帽子遮着 因为我躺着 他跪在我旁边 然后他就手这样子 我记得他就是 这里一个便当 铁便当 是没有盖子的那种 就是盖子 要请你吃吗 不是不是 他说姐姐只有你看得到我 只有你什么什么 就好像觉得说 只有我跟他有感应 还是什么 他说你可不可以 你太恐怖了吧 好猛喔 话不能乱讲 对 话不能乱讲 他说你可不可以 给我吃的可不可以给我钱 我好饿 我好冷 天天要钱要食物这样 天啊 我真的是 怎么办 就 就他就讲完之后啊 我就可以动了 我真的是用爬的 爬到我妈房门 然后去敲她 你知道真的是 没有力量走入那个角啊 你真的只能撑着自己 前半身的力量去撑 就是跟他用手爬的 扶扶前进 去跟我妈讲 你妈以为你神经病 我后来我就真的入选了那个比赛 来喔 真的如愿以偿的 我就站在那个舞台上去唱歌 可是呢 那一天我比赛的 那是我第一次喔 那一天录影的时候 是七月份 我记得那一天的评审老师 有一个叫季明杨老师 就是 对 然后那时候是 马妞 马姐跟胖狗 然后就我们五个参赛者 一定要一人讲一则鬼故事这样子 那因为我是 我也没有路过瘾啊 然后什么程序 我什么都不懂啊 然后大家都 大家已经去比赛过好几次 因为我算是新人嘛 因为有人被淘汰 我才有机会嘛 那我一去也没人教我 他们只有说 你要讲鬼故事 那我就讲这一则 我就讲了这一则 把刚发生的这个经验讲出来 就前站子而已啊 我就讲出来啊 我也是说实话 结果他在摄影棚当场 讲出这则故事 又没有发生更离奇的事情呢 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突然我唱完的时候 就是在宣布名次干嘛的时候 喂 奇怪怎么有个小孩子 戴角色的帽子在那边 不会吧 观众洗礼面 对 我想 压死了 对 我就这样 好 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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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那就在 就前阵子发生 所以我就讲 那我录影的那个地方 也就是 中影无法庭 对 那边本来好像人家 就说比较冷一点 可是我们那时候 我们那时候是带着 我其实什么都不知道 反正我只是带着 我好开心 我终于办到 我要来比赛 这样子的心情 那我那时候 我一讲完就是 那一段故事的时候 就突然现场就是 整个工作人员就 就是开始了 就已经没有认真在 不是 就停了就对了 就整个都停掉 然后碰狗就问我说 因为那时候 马姐吓一跳 因为那时候 那个季老师就 好像丢了一只假手出来 本来只是想做气氛的 效果 结果没有想到 就真的整个现场 就没有办法录影就对了 那碰狗就问我说 妹妹你刚刚讲这个事情是 真的假的 真的假的吗 我说是真的啊 就全阵子发生而已啊 她说 你讲真的 真的 我说 你们又没有叫我要讲假了 那我也不知道 可是你想到那个小男孩 跪在那拿便当 跟你要使用那个 后来就是我唱完 我很顺利的就唱完歌之后 就已经中断了嘛 中断之后反正就恢复 就是好像有工作人员 去拜拜还是干嘛的 不是我去啦 反正就是有人去拜就对了 因为碰狗就 就是说这个小孩子 讲的这个故事是真的 所以就有人去拜拜 那拜完之后 反正就很顺利就录完 录完之后 因为呢 我们在这边唱歌前面就是观众席 那我妈 我妹全家人 就都有出来 她们坐的那个椅子 不是这样一排的 她们是那种阶梯式的那一种 对 然后呢 那时候 好像我比赛的那一天 好像有一个女生要过关 所以人很多 那我知道我妈 我妹她们坐的那一曲 我看得到 突然我唱完的时候 就是在宣布名次干嘛的时候 奇怪 怎么有个小孩子 戴橘色的帽子在那边 不会吧 观众席 对 我就想 对 我就想 对 我就想 不会嘛 可是她依旧是 就是滴滴的 你看不到她的 抱怨压低了 又一个下巴 可是 没有 她没有 可是她这一次就是乖乖 你就看她的手 是放在她大腿上面 可是你可以感觉得到 她对你 对任何一个人都没有恶意 没有敌意的 对 就从那一次之后 就好了 你就没在那个了 所以你觉得她 蒙明之中有点在帮你的忙 然后跟你道谢感恩 对 我觉得好像是这样 因为刚好就是也是我 就是有去烧给她 还是送东西给她 之后没多久 因为我每次要去那边比赛 就一定会经过那个地方 是啊 你说老师 为什么她的父母亲 还是这小男生 特别跟她有磁场接近 对啊 事实上 因为牵合的一个善念 然后因为你的善念 会牵动 因为当时她往生以后 在那个事故往生的时候 也许她没有办法有人去超渡她 所以她原则上 就大妈也走了 对 她原则上 她是留在那个现场 她唯一的方法是 找一个跟她磁场相近的人 我让你看 我要有求于你 因为你的 透过你的帮忙 我才可以超生 所以因为这个样子 所以她经过那个阶段 她会显现那个样子 我是 你说我死得很可怜 但是怎么可怜你 我看不到 我就在显那个景象 让你了解 当然你帮助了我 不如即使说你妈妈去做的 那你有这个心愿 我会来达成你的心愿 所以在录影的时候 也许是最后一次见面 对 她可以去接受你的功德 然后可以去超生 可是有一些人 他碰到这些往生的灵魂 不见得都是好运的 像千和这么幸运 那你之前到那个友台 去录一个歌唱节目 我是替你很打抱不平 因为很多人说什么 你是草莓族受不了压力 但是我们认识祥泉 我们都知道说 她是一个很乐观的人 而且很惊得起开玩笑 怎么可能因为几个毒蛇裁判 就让你那样子生病了 其实这个事情呢 就是到一开始的时候 我是真的没有太大的印象 因为那个事情 录完那个影之后 发生那一两个礼拜 我其实是 也顶多是效果嘛 就是做一个节目 就正常生活啊 对对 而且我是完全没有去在意说 后续会怎么样 输赢 对 完全没有 只是在我发生事情的前一个礼拜 很觉得是 我的小九九 他先已经中学了 就是我小九九 在同...我们住在同一个地方 你妈妈是李亚萍 亚萍的弟弟就对了 对对对 他已经在我们家里 就发生跟我们一样的情况 跟我一样的情况 所以他是跟你住在一起 对 然后他先那样 然后我看到那样我就吓到了 哦 那时候生病的状况 是躺在床上嘛 然后都不能自主 不能吃饭 不能上厕所 那个时候还是 已经稍微比较好一点 已经好一点 要不然发作的时候先躺在哪 就是一开始 一开始的时候 他们看到我是 是人家跟我讲的 就是眼睛下面啊 人家不是黑眼圈 很久没睡是黑眼圈 我的是绿色的 就是这边都是绿色 这里两片是绿色的这样 对 啊开始歇斯底里乱叫 就开始 一直乱冲啊 然后那一段时间 我是完全没有记忆的 我是什么都记不得 然后一直做噩梦 一直都在做噩梦 我一直反复在做噩梦 然后都是同样的事情 一直延续 比如说人家做一个噩梦 不是一下就没了 就是会 或者是就好了嘛 可是我是 我是好像连续剧一样 一直做下去的 然后我已经分不清楚 噩梦跟真实 到底哪一个是真的 所以我几乎每一天没有一天是清醒的 然后只听得到人家在我耳边说 你赶快去死 就我一直听到这些话 然后大概 我发作的时间都是三点 或者是四点 那你针对你做噩梦的整个情形 是什么样的情形 梦到什么了 就是很多很多 就是有 比如说人家 拿火烧我 然后烧到我已经全部都没了 就是我全身都已经被烧光了 然后伸一只眼睛 在墙壁 然后那种烧是 不是说烧掉就算了 我感觉我的肉在 发烫 然后一直推倒完 然后我会一直叫 因为很痛你知道吗 所以你那两个礼拜 在家里面休息的时候 每天都梦到这些事情 所以你就起不来 其实在新闻上面是两个礼拜 我发生事情是一个月 其实那时候 老师来的时候 我记得我是在我爸妈的房间 老师来 我完全不知道 对 然后是我表姐跟佣仁 在按着我在床上 然后我就好好躺在那边 可是老师来 一到三楼 我们家三楼佛堂 他一到三楼 开始做法的时候 我就从床上跳起来 这样站着 然后对上面 干脚 干脚 我在脚脏话 可是我自己不知道 你不是还要冲到顶楼去跳楼干吗 对 我要冲到上面去跳楼 然后有东西我就会拿来要 弄自己 可是我自己完全不知道 你要去拿刀砍自己这样 一直要想要自残自杀这样 对 自杀 就是要逛 如果就是没有家人的照料的话 搞不好就 现在就不过了 因为我自己不知道 是是是 说真的很痛苦 那不是有人去看了我们的祖坟 那是到后来 后来去看 我们去拜拜的时候 没有发现 发现我们祖坟 那个锁被撬开 撬开 然后很多个祖坟 就是那种铃骨塔那种 可是 头是在下面 脚在上面 就是全部都被翻过 好 打过来 就全部都翻过来 你那家的祖坟的骨骸 以骨灰 被人家倒着放 对 倒着放 而且是有六七种 然后全部都是那样 为什么 谁 怎么就这种事了 这人家的祖坟仇大人 好过分 祖坟很重要 对啊 后来咧 插到了以后 把它弄好有处理 就是有处理 把它原味 然后老师再来 反正做一些成法 其实我也不太清楚 然后有老师是说 就像人家子仁 不是子仁 或者是拿到你的指甲 或者是八字 是 他又控制你的话 他的指人是插针 或是干嘛 可是我呢 是抓起来这样在敲桌 所以我会 都昏眼花 然后根本没有力气 才会有那些症状出现 对啊 像一般如果有牵涉到说 因果关系 或是财产关系 或是故意要整你的话 就从这方面去着手 那事实上以刚才 他形容的这些方式来讲 事实上你已经被鬼附身了 所以你完全失去抵制 所以他没有办法控制自己 没有办法控制 而且你的弓破 已经被逼到身外来 所以你可以看到自己 而且我好的时候啊 我的行为就好像 有点像那种 我不知道我自己 就有点像白痴 就我失去了我的 一些吃饭的能力 对 你说你那时候吃饭怎样 我吃饭我吃一吃 然后吃啊 然后我是拿的东西 不是拿到嘴吗 真的很自然的东西 大家都会的 可是我拿的是 插到眼睛里面 对 因为我们的弓破 如果离开洛杉 久了 然后你在回溯的时候 你可问我到底 出了什么重大的问题 我们再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有什么困窗的 你现在讲起来很新 墙壁上面那个画 是他们画上去的 手 画完之后三个人都出车户 然后都有就是 就是大小之分而已 最严重的那一个人 是撞到整个人飞出去 然后腿断掉 对啊 因为当时他的一个 整个状况就是说 你的魂魄被挤压出来了 那挤压出来 你再复合 人家帮你做完 你再复合的话 那事实上之前 你们家的木爪 就被人家洞过了 你说你个人倒头猪嘛 那倒头猪 你的主线在那边不安稳 没有办法生活 直接影响到大孙 对啊 你在家里是 一个懒的 是老大嘛 人家说大小子 不安稳 所以你是第一个遭殃的 好 那第一个遭殃就是 那时候你的运势也低 所以整个过程当中 就是说 我们灵魂离开肉身 然后再回到身上 那整个过程 三魂七魄 是主导我们的视觉 整个一个秀节 跟这个动作 是 所以你刚回来的时候 没有办法去 去行动自己 那像被鬼附身了 他觉得 没有很久啊 我觉得很短 但你醒过来说 有那么久吗 因为我完全不及的 对对对 中间发生什么事 就新闻来拍 我完全不知道 我根本没有印象 我大姐曾经中邪一个月啊 那一个月之中 她也不知道说 她会去买安眠药 一次吞个五十克 一百克 然后一直想死 一直想要找男人 而且还拿菜刀要捕自己 那时候我爸妈够了 后来是一个寄工师傅 帮她解掉的 还有遇过更厉害的吗 其实我发现 像我们常常在出外景 我不知道大家的经历 会不会跟我一样 如果真的你要拍到鬼的时候 他不会让你拍 你的机器会当机之类的 像我们之前去泰国出外景的时候 我们就找当地的杂志 要选第一名的鬼屋 我们直接去 我靠 我说泰国不要闹了吧 泰国飞头将什么那么多 这种鬼一定更邪 他说不管我们一定要找 找到一个最邪的 对 好了我们就回饭店 开始翻杂志 他们很快 他们有鬼杂志你知道吗 就是有给你看说 哪里有什么 像台湾有十大鬼屋 他们大概有前100名 这样子 然后全部都给你看 还有那种凶宅命案现场 照片什么的 我们就找到一个第一名的 就是最鬼的鬼屋 美国第一名鬼屋去闯 对 然后就说这是凶杀案的现场 非常的邪 每个人去那边都出状况的 好 然后呢找到之后 我们就开始找 因为那时候我们租的九人八下班了 对 我们就开始找那个计程车司机 要载我们过去 结果后来真的不夸张 我们在饭店门口 叫了一个钟头的计程车 没有一个计程车司机 愿意载我们去 因为我们只要砸自己哪里 他看说要去这个地方 他说不得 不要 他不知道很邪门 连计程车都不愿意载你们 对 一个钟头 就是这样子问问问了一个钟头之后 突然有个计程车司机很勇 他就跑出来 他说 他就透过翻译跟我们讲 他说我可以带你们去 但是 我只到大马路边 你们想办 丢在远远的地方 让你们步行进去 他就说 就是 反正就是在 就是类似像神道那样的地方 你们自己走进去 对 然后我们就说 好好好 OK 只要带我们去都好 我们就是制作人 然后还有带着老师 我们就快过去了 你知道一路上我头有多痛 我痛到快要裂掉 我的头就一直快要脏开 对 就是 我不知道耶 大家如果说真的要去 你知道要去什么地方 然后有感应的时候 你真的会身体不舒服 对 真的 有时候是耳鳴 像我有时候听到高疲力声音 真的会弄到很想歇斯底底去掉 对 尿墙很想撞墙那种感觉 就是像那样的感觉 对 更过去而无不及 你知道就很头痛 然后老师就坐在我旁边 老师就说 这样你不要怕 反正老师在旁边 那这样好 老师佛珠给你带 老师有带一个很大佛珠 他就带在我身上 他说那你就 待会呢 就一直带着这个佛珠 阿弥陀佛就一直捏捏捏 就没事了 好大概开了一个钟头 到了一个郊区 到了 我们就下车了 既然这师弟就说 等一下你们从这边进去 走到底 右转 然后走到底再左转 你看到一个很大的厂房 那种空地 就OK了 对 然后我们想说好 就很紧张 一圈圆就这样捏手捏脚 走走走 既然这师弟就说 我在这个神道这边等你们 你们快去 我以为我先走 没有 因为他要车 我们回去嘛 然后我们就走走走 就照他的方式 走 然后撞臂 右转再左转 就看到场 看到了 你知道泰国有个 不成文的规定 就是只要发生凶杀案的现场 你一定要把房子 整个中间要把它打通 像打天庭样子 让太阳什么都可以照着到 对 照射醒来 可能要照射个几十年 才可以再重新再翻修 因为它怕有引起在 好啦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鬼屋 它是已经打掉中空的 然后就是很大的一个平面 很像那种废弃的厂房 你知道我们一过去 就看到那墙壁上面 就一楼的墙壁上面 就剩一个墙壁 上面就有画一个女仆 然后后来就被一把刀 这样刺到的 还画图案 对 就有人这样刺到 我们想到 怎么有人敢在这个地方 把那个当时的凶杀案 现场重新画出来 对 我们就吓到 然后我就赶快 机械要赶快拍 结果机器一架起来 要拍的时候 看到那个墙的后面在冒烟 冒烟 冒烟 我们知道 什么东西 怎么会冒烟 而且是半夜 我们还故意是选半夜十二点 去拍 阴气比较重 好 我们就赶快就 这座人还蛮勇敢 他就说 应该是后面 有什么东西在烧吧 是啊 我们到后面去看看好了 然后就跑到后面去 你知道吗 机器这样一攀过去 要拍的时候 机器当机了 他拍不到 他就阻碍你们 对 后来我们就看到后面 有三个男生 大男生在哭 就像你这样子 正直轻壮年的事情 为什么 很壮的男生 他在半夜在那里哭 半夜在哭 他就在那边跪着 在那边拜 然后还有一个人的是 拿着拐杖的 脚受伤的 然后在那边一直拜 一直哭 然后就看他拜饭 肉 什么的 然后我们就透过翻去 问他说到底为什么 你们在那边拜 哭成这个样子 那一段 我们的机器完全拍不起来 因为就是 那个人就跟我们讲说 因为他们 就是前几天 来这边闯鬼屋 就是他们就好玩 来那边闯 结果闯完了之后呢 墙壁上面那个画 是他们画上去的 手 画完之后 三个人都出车祸 然后都有就是 就是大小之分而已 最严重的那一个呢 是撞到整个人飞出去 然后腿断掉 所以他就觉得说 是他就是 就是对这个被 对那个往生者不尽 他们就被处罚 然后回去道歉 刚好被你们碰到 然后就刚刚回去拜拜 这样子 但是我们本来很想 把这一段拍起来 但是一直拍不起来 还好拍不起来 可不可以拍起来的话 后面会状况黏黏 对 也不要了 所以你也有时候 秉持了这些大胆精神 去传鬼物 就会碰到许多 不可思议的情况 其实因为难免 因为你到这种 行临艺现场去的时候 有时候因为这个地方 发生了一些真实的事情 有时候这些灵体 其实不见得被引走 像我们来说 我们有隐魂 有什么这些动作 可是有些地方 他们并没有这样的 一个动作的时候 那个灵魂会变成 长期停留在那个地方 我记得也曾经 我们有拍过一个 也是命案现场 那个女生的尸体 一直被丢在画纷尺里头去 那那时候去拍的时候 也是半夜 你也看不到 可是摄影机里面 看到一个很像那种烟雾的形状 就是一个女生 就住在那个地方 他有看不清楚的 对 看不清楚 可是不是像 不会像一般我们看到 非常明显的那个人形 是没有那样的 可是真的 可是闻得到 对 闻得到味道 就是你到现场去 他如果他怎么走的 你就譬如说烧焦 你就会闻到烧焦味 真的喔 真的会 可是像嘉宜 你要出那个外景 你一个月前就梦到 像这种 算是有一点预知能力 你从小也有吗 我会这样子 而且亲友要出什么状况 都会 可是顺哥说不能讲啊 就是 真的是不能讲 我真的说真的 我像 我每一次只要一讲完 嘴巴就会破 就是那种破 就是那种 嘴巴烂这样 不然就快烂 而且是在里面 不是舌头啊 不然就是这个舌头跟这个 这个的中间 就是让你没有 吃也不行 然后讲话也不行 对 后来我有问一个老师 就是老师说 你如果说真的要讲 就是要先讲出来的话 你讲完 你一定要念什么咒 我脑背得住啊 所以我就干脆说 那我都不要讲好了 然后我老公 不过你老公弟弟 有一次你不就讲 那一次是 反正就是他 我们在高速公路上开车 然后开一开 我突然间就 不知道为什么我脑袋瓜 就是有一个画面 就是它是有点像 幻灯片的画面 这样一格一格一格 一直跳 而且是彩色的很清楚 会觉得我是怎样 我疯了吗 对啊 阿芊儿到底是疯了吗 她看到了幻灯片的画面 到底是什么 我们再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可以吗 他喝一喝我就突然 觉得听到 好吵 我是大意 怎么那么多人在讲话 这样子 就 就是这样子的声音 太夸张了吧 车上只有你们两个人 我们两个人 而且我们车只是在行径当中 收音机 没有开 没有开啊 有灵密体质 到底该不该告诉亲朋好友 会有什么状况发生 有一次龙翔的弟弟 对 反正就 他在开车然后我就 有幻灯片的照片 这样一幕一幕 从我脑袋中闪 我是很清醒的 是 然后我就看到我老公 第一章是看到我老公在奔跑 奔跑那个好像是一个 一个走廊 可是灯还蛮亮的 那很像医院的走廊 就是那种要病房的路 那旁边不是都会做一个 可以让你守抚的地方吗 对 就是都有出来 然后他有那个什么放射科 什么的 就有字 他觉得这是在医院 是 那第二章就是他跑很快 就是也是一样这样子 然后呢第三章是 他到了一个床旁边 然后要哭哭不出来的那种表现 反正就是不开心 就是不好的 对 然后就床上躺了一个人这样子 那那时候我就觉得说 好像感觉不是那么的好 我就说 我好像看到这样子的事情 那我跟他讲的时候 我觉得我不是说要诅咒 这不是 我不会做这种事情 而且那时候可能刚新婚 还是在交往中是不是 结婚了 结婚了 对 我干嘛没事去诅咒人家 对不对 然后我就跟他讲 然后呢那时候他又刚好跟我讲说 我弟弟好像手就是有 刚好就是好像走到什么时候 刚好是线就是 生命线啊 对 然后刚好就是在那个 就差不多是那个事情 因为我也不太清楚 我不可能说 你这样的地把 那个手掌借我看一下 然后我再来去讲这件事 不可能嘛 他的生命线是很短是不是 就好像就是说 有不好还是什么的 有的人会突然中断一下子啦 对... 结果后来我讲完之后 我老公就是为了要求证 因为他有一个 比较自己相信的一个老师这样子 他就打电话说 我老婆又来了啦 他又看到那个 到底是怎样这样子 因为我就会常常 就是会这样子 所以... 可是这个是很危及他的 因为这是他的家人 他非常亲的弟弟 他比谁都还要紧张 可是你那个很强烈的感觉 就是告诉你说 他的弟弟可能会有意外 然后躺在床上 他就看到他的时候 已经断气了的感觉 对... 我是看到就是后续了 已经是后续的了 可是我不知道 我能叫他预防什么 我没有办法 我只看得到不好的这段而已 所以他就打电话问老师 高人怎么说 对 老师就说 他这个弟弟可能真的在 什么时候到什么时候 这段时间会有车关 有一个大结束 对 就是说会有个车关还是怎么样子 然后他就跟他弟弟讲说 你这段时间就尽量 不要出去干嘛 就... 不要开车 可是他弟弟就说 哎 到底真的还假 反正他倒还真的就是没有 就有去避他就对了 可是老师好像有说 一个礼拜还是多久的时间 我忘记 可是他好像时间快到的前一两天 开车 出去了 回来的时候 就整台车就撞烂 真的撞车了 就真的撞 可是还好 可是还好他人没事 就是... 就是肋骨啊 这个地... 就... 臭伤 对 就后来就是我... 后来那老... 就我们那个老师才说 你看吧 就差这么一两天而已 不过还好你已经毙掉 就是变成是说 你的那个... 就是那个不好的气 就是已经到最后了 如果说一刚开始 我们都没有去告知他或干嘛的话 就是我会看到的 那个幻灯片的画面 就是龙翔冲去那个急诊室 你没看到他在病床上 对 那你讲完以后就是解破了很厉害 就真的嘴巴破啊 马上破啊 可是这样还好耶 对啊 事实上我们人 为什么有医治未来的那个现象 就是有时候会利用睡觉的时间 然后做梦 然后灵魂出窍 进入未来的世界 即将要发生的世界 或是在你周遭朋友的世界里面 他们会先给你一个医治 因为你本身有这种体质 那你睡梦就回缩到那个时段去 那因为你这个关系 如果你们都不是在意他的话 当然会顺着你的梦境去走 因为你的... 你把他整个过程讲出来了 也许有信的人他还是会信 但是不信的人还是不会信 当你信的话就是说 好 那我就忍着 我这段时间就不要出门 但是原则上 你如果没有重伤的话 你一定要破大财 所以你的车子一定要欠毁 可是像老师我就是在... 我常常就是 我有时候那种预知的感觉是 我通常就是在这种 很清醒的状况下 譬如说 我现在跟大家在一起 你又是画面又出来了 就会有一闪就是 我要讲什么 像什么画面... 待会会... 人家是有天眼通 天耳通的才会这样 就是有人会跟他报告 有什么事情要发生 没有 事实际上 他的整个天灵盖是打开的 他天灵盖打开了 他整个平... 我们的那个伤魂 他一个魂永远在探了 另外一个世界的 所以你那个... 好像在看那个电视一样嘛 对 他就是一格... 对... 有时候一个画面 啪过来就晃灯片 那有的是联系细会就放 可是现在有这种能力的 人家就说 你如果譬如预知到 某人会有什么状况 叫他先包个红包 意思意思... 里面塞个100块200块也好 对... 不然你要帮他挡这个业障 除了说你自己当法师 有办法是解 要不然就... 人家多多少少 拿个红袋子也好 拿不上的修炼吗 像这个... 这个也就算 我觉得最神的是 大家知道我老公在 墾丁开包子店 然后呢 我跟我老公 没事就在 一两口这样子 那一天他开车的时候 我就说开夜色好累喔 因为我们又要 从台北赶到墾丁 常常来台北墾丁 跑好累 我说老公站好了 那个7-11你停一下 我想去买个酒 你开车我自己喝好了 然后就很开心 反正就两三瓶啤酒 还好啊 还好啊 那从就是下了交流道之后 你要进墾丁 你会经过一段非常漂亮的海岸线 有没有 喝着小酒看风景 驾驶不要喝就好了 对... 因为我喝给他看嘛 反正就是晚... 可是那时候已经是晚上 其实看不到风景 反正就是我喝酒 跟我老公在那边 胡说八道两个 就像小情侣这样谈恋爱 然后喝一喝我就突然 觉得听到 好吵 我怎么那么多人在讲话 这样子 就... 就是这样子的声音 你太夸张了吧 车上只有你们两个人 我们两个人在讲话 而且我们车子 是在行径当中 收音机... 没有开啊 没有开 睡了 没有 三瓶啤酒叫我醉不太可 你也没醉啊 对啊 然后那时候我就觉得不对劲了 然后呢 我回到我们肯定住的地方的时候 我就跟我老公讲 我说 老公 我不管你相不相信 我要告诉你 我刚好听到 就很多兄弟 就是跟我讲说 要你... 我们那一趟下去 反正就是为了要七月份 要拜拜就对了 他说叫你要拜几颗 肉包几颗 菜包几颗豆沙包 我老公说 你再说一次 你再跟我开玩笑吗 我说 是他们叫我跟你讲 是自己给你要包子吃 对 结果呢 你们有照做 有 我老公有Double 对啊 就真的是Double 好 那反正就在拜的时候 我们是那种蒸笼很大 包子很多颗这样子 反正就是放在大桌子上 然后他们讲的 我们当然一定给 而且我们Double以外 我们当然还有其他的 真的 那就我们所有的员工 就会拜拜干嘛 反正那天也换楼就对了 是 就在拜拜 就是搭箱你知道吗 在拜拜的时候我根本 不敢凑到那个地方去 你知道吗 不敢跟大家挤在那个 供桌附近就对了 我就一直躲 老公快点啊剩你了 老板娘你赶快插箱 你在干嘛 好拜我赶快插 我赶快走 你知道吗 那他说你在闪什么 我说因为搭 那边人太多了 而且我觉得看到都不是很好的 好像那些抢你们包子吃 不是他们很有规矩的 排队是吧 没有啊 我看到的是他们就很整齐 就是 不是很整齐 反正就是大家会离这个桌子 大概有一个距离这样子 他们就大概像这样的距离 对 然后呢 就会有一个头头吧 我觉得是 八号司令啊 来配置给桌上 就是他先动 其他人才 就这样 很有制度啊 可是问题就是 不是 因为你看到就是 因为我以前看得到 譬如说 那个地方有什么东西的时候 我觉得那地方有 不应该是这个世界上的东西的时候 它不会显现给你看 就像老师刚刚讲 它是有点像雾 而且它那个烟又有点那种 不是很清楚 就是很透的那个烟 蒙蒙的 对 蒙蒙的在那边 他不会有一个形体在 蒙蒙在新闻上说 他有看过阿飘在棚内 他说就是这样子 像烟一样飘飘飘飘飘飘 他就当作没看到 而且他有时候 不会很大 就一个团就像这样子而已啊 就这样 就这样 他就可能这样子 可是那一次是很 他是很 对 可是他要透明又不透明 东西给他们 他们也不算是吃 我也不会讲耶 看不到 看不到他们吃进去的东西 人家说就是一个形式嘛 对 而且要透明 可是 他们有东西 他们是拿那个 但是市场拿那个 整个包子的气体 所以他有素的啦 或是有肉包啊 可以分辨 鬼界里面有修行人 也有吃素的人 真的还假的 有份吃素 因为你七月份 是假的 七月份是 林界跟阳世间 是通的一个空间 通的空间 那个世界的人 回到阳世间 接受我们阳世间的 给他功德 那一般如果没有拜拜的人 他是利用七月份 下来跟人家要 所以拜的时候 他就会去讲 而且我再补充一个是 那一天就是我跟我老公讲完 还没拜拜之前 就是我说 那个郝兄弟说你要拜多少的 那一天 我讲完之后啊 我就整个人不知道怎么了 我才喝三瓶啤酒 你知道我竟然失去 所有的记忆力了 因为我们已经很久 没下墾丁 然后我们的厕所 就有一点发霉嘛 所以因为你太久没去 又在海边潮湿会发霉 我老公就想说 就要去洗一洗 然后再让我进去洗澡 结果我老公说 我像发了风似的 跟他讲着要洗厕所 我说 我怎么可能会这么不辣 不可能啊 所以我老公说 不行这都是钱 这都是我的黄金 你不准泡 你不准泡 我老公说 我跟他讲这样的话 你是好命的媳妇 你怎么会做这种臭当地工作 我是隔天 我老公说 你为什么昨天要跟我 抢着洗厕所这样子 我说我有吗 他说有啊 而且你一直说 抢着刷子说 不准我刷你的黄金 他说谁刷到是谁的 就对 因为它长在瓷砖上面 就便便渣渣 就是反正发霉就对了 反正就是所有的瓷砖 厕所 抢黄金就对了 问题是那只是霉 你懂吗 就发霉 黑黑一点一点 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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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来他又问了那个老师 然后那个老师说什么 你知道吗 那老师说 因为那个 好兄弟知道 我有答应他们的事 我真的有 马上跟这个 我老公讲 因为他是老板 是 因为他们没有办法跟我老公 有直接的沟通 那如果他跟我讲我不讲的话 我可能会被修理 可是我也反正我很乖 我就照讲 那讲完之后 他们也知道 我已经跟我老公讲了 所以他把厕所那些煤 化成钱 就是只要我有去洗的话 我就会赚钱 真的喔 对 所以那时候真的就 所以我们包子店 就有赚钱 包子店大型 每天大排长流 包括连那个暑假的时候 有没有台风 人家都会想说没有生意 结果居然 每天生意好得不得了 所以我就说 原来那个没事 我后来很清醒的时候 我还问我老公 那你到底有没有留住的洗 其实他说有 可是到底有没有 我不知道 而且他最近工作还蛮多的喔 我们一些好兄弟都是来帮忙的 然后像有一知能力 这样也蛮好 可以挡过很多灾难 你不是妈妈姐姐 也都有这样子的体质吗 我妈妈 小时候她会通理 对啊 很多人像那诸葛亮大哥 都看到胸前普利 然后大家都中大奖了 我看过 那个诸葛亮叔叔 中最多 中一亿多的那个现金 好漂亮喔 对啊 还有咧 还有 他现在没有开了 他现在太乱 就是他抓不到 就是台湾 香港的太多了 太多地方可以去 是有啊 像预知能力他也有 他之前有过一个就是 是我小舅舅跟我叔叔 就上次那个嘛 小舅舅 对 就是重点那个 小舅舅跟我叔叔 他在一个月前 就发生事情一个月前 他就跟他们讲说 你们床要怎么摆 然后 然后几号到几号 绝对不能出门 晚上绝对不能出门 是 他们两个都照做了 那我小舅舅我比较信嘛 可是我叔叔 就是我爸爸的弟弟 他就 也是满信的 可是他那一天 那一天他也不知道为什么 就好像有一股力量 一直吸引他出去 他就出去了 那结果 挂了 就是在 就是在那个 神话可以比 超神的那个神 可是我小舅舅就会不去 对 因为他信 如果他听妈妈的话的话 就不会 就不会 不出门就没事了 对啊 有时候我常常讲 那个是你的 结束 对结束 你过不去的时候 就会 那所以一般来说 当我们H有一个之间 知道这个事情将会发生 可是因为 因为这个既然是一个结束 他就会 对